几百万的高额礼卷 一下子就卖完了 对 这么说 韩总是帮了大忙了 来了 请进 董事长 石总和韩总来了 董事长 石总啊 上次我性子比较急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胡总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辛苦你了 哪里哪里 谢谢胡总 韩总 你也辛苦了 这个项目其实是石总一手策划的 本身价位比较高 所以公司的收益也很好 恭喜你 石总 辛苦了 谢谢 那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好 试骗了 韩总 你不但是个人才 你还是个人惊人 几百万的高额礼卷 被你一下子卖完了 你都用了不少人脉关系吧 也是本身因为产品比较好 所以对方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知道 你是不会在乎我怎么评价你的 但是我还是想提醒你 如果想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光会买高额的礼卷 那还是不行的 董事长您说笑了 我没这么想过 董事长您说笑了 我没这么想过 董事长您说笑了 董事长您说笑了 我没这么想过 董事长您说笑了 我没这么想过 你别担心 你不说我不说 丈母娘跟大姐怎么会知道呢 谢谢平安大哥 如果不是托你的福 我怎么会有机会 认识有钱的人家 带平安去我姐的婆家 你要穿什么衣服啊 我就穿我这身衣服啊 你说得对 第一次欠亲家 装重一点好 买衣服 我也买衣服 快点 走走走 韩总 你好 迪哥 我服了 怎么办 超高领圈那个项目 表面上看是谁军本做的 其实呢 谁都知道这个项目 是你的功劳啊 师兄们这次欠你一个大人情 以后想强调的强应不前来路 喂 你好 我是李欣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胡同想让我调查 这次孩子的身世 这个孩子的父母是谁 他跟您将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 所有的这一切 帮我查到一切忙除 韩总 谢谢 谢谢 看看看看 居然在老公面前看另外一个男人看得双眼发直 麻烦你搞清楚 做错事的是你 又不是我 那为什么经常叫我老公老公呢 在你爸妈面前做戏就好了 私底下还叫我老公老公 干吗 演戏需要演全套你不懂吗 平常不训练容易穿单狗 好戏好戏 行行行行 我跟你说 那是韩总 哪个 姐夫的表哥 哪个 帅的那个呀 穿西装那个 是 你看 有钱人果然是有钱人 那身西装的品位 真棒 老婆 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他打招呼 这是衣服还有吗 平安来来来 来来来 你好表哥 不是 怎么称呼您才对呢 你好 我们认识吗 你好 我是徐莹的妹夫 徐莹就是我太太的姐姐 也是您表弟的太太 换句话说 就是这些百货公司董事长的 儿媳妇 你好 你好 韩总 好久不见 是 好久不见 我都没想到你都结婚了 有这么大的孩子 没 不不不不是 不是我们的 是我们大姐的 对 是我们大姐 一个非常疼爱的亲戚的儿子 对对对 他呢是我们亲戚家的孩子 但是我们全家人都很疼爱他的 非常疼爱他 韩总 您应该很忙吧 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再见 喜不需要有什么帮忙 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 先走了先走了 亲姐您好 我是何潇 再见再见 有机会再跟你好好聊啊 我怎么别说话 想什么点 你想弄弄全流流镜头啊 我打死您了 走 还算是没让你白吃白喝呀 还值得带我们平安出去玩玩 那当然了 我这个姨父可不是白当的 平安 不是姨父 是叔叔 叔叔 对啊 叫什么叔叔啊 干脆直接叫爸爸好了 让你休养平安的事 你考虑怎么样了 时间不早了 再不走游乐场该关门了 快走 赶时间 快走快走快走 妈 这是我妹夫 您好 我是何潇 何先生好 您好 这位一定是姐夫 您好 秦云 这位一定是小平安吧 平安 笑一个 笑一个 平安 叫奶奶啊 孩子都是怕生的 不勉强她 坐吧你们 好 来 坐 唐阿姨 水果 太太 水果都切好了 招待小客人 哎 多好看 平安 吃水果吧 好不好 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什么 吃什么 说话呀 还是欣语乖 她都知道 要照顾平安了 欣语啊 很喜欢小朋友吧 我们去看鱼啊 我们去看鱼啊 对了 平安 徐乙叔叔房间里 养了很多的小鱼 他带你去看好吗 走 那小朋友上门 你小心啊 不好意思 没关系 你打吧 你好 好 妈 我出去了 你说 你这是又要去哪里啊 我去面试啊 你找了什么工作了 她录取了再说吧 我先走了 好 那就这样 阿姨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情要先走了 何先生 您有事 您先走吧 他们俩就交给我了 回头我让司机 送他们回去 好 谢谢阿姨 谢谢 我送你出去吧 对 你送回来 再见 再见 走吧 何笑 真是麻烦你了 哪儿的话 不客气 你放心 晚一点 你忙完了打电话给我 我送平安到小区门口 跟你碰面 妈不会知道的 还有一件事 嗯 就是领养平安的事 但今天想想办法 要不然你的儿子 就变成我儿子了 你放心 我知道了 再见 麻烦你了 再见 伯伯 这些都是你画的 嗯 都是我画的 我画的太漂亮了 画的太漂亮了 帅 你能教我画画吗 可以啊 平安 平安 你在看什么 看得这么专心 阿姨 你看 画的鱼跟真的一模一样 好 阿姨看看啊 哇 真的 真的跟真的鱼一模一样 哎 平安 阿姨跟你说 叔叔呢 不只会画画 他还会做很多很多事情 嗯 叔叔 真棒 好 阿姨 神 感谢观看